健康有理 EZ 之心 Hello 我是Shailene 她是汪汪 今天我们健康好 EZ 有特别嘉宾除了汪汪之外 还有另外一位也是我们所谓的爱宠物的人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就是跟宠物有关的相关问题 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宠物达人 她就是我们的Sophie 我们的小熊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熊 她叫贝尔 她是我们的小小熊是吗 对 你是小熊 她就是小小熊 对 Right 所以今天呢 我们都带了我们的宠物来上健康好 EZ 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爱宠物的人 对 爱宠物的人 可是其实现在夏天到了 有很多事情是 大家有时候有可能会忽略掉的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在夏天呢 宠物应该要怎么样来好好照顾它们 是 第一件事情 大哥应该要怎么好好照顾它们呢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爱宠物 不管是你是喜欢小猫还是喜欢小狗 我们都是视我们的宠物为孩子一样 是 它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第二生命 对 对 所以呢 夏天来了 首先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夏天的天气很热呀 对 然后我们平时要带着小狗出去遛狗嘛 我们平时要一定要保持一天三次 带它们出去上厕所 不然它们就会很难受 而且它们憋坏了吧 对 对不对 而且它们有很多Energy 要让它释放出去 但是天气炎热 我们不管人要擦防晒 要好好的美美的 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小狗呀 原来汪汪也要擦防晒吗 它全程都是毛 这样要怎么擦防晒呢 会有点小困难是不是汪汪 倒是不至于擦防晒 它好像很无聊的样子 对 倒是不至于擦防晒 因为它变得有毛嘛 就是主要就是保证好它的那个水分 不要流失太多 而且就是有的人 它确实是比较特别的在乎小狗 会不会被晒伤啊 它们会在它们的肌肉 小鼻子头这儿擦这么一点点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万一防晒有毒舔掉 对对对 如果有太多的化学药剂 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今天贝尔已经开始累了嘛 好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就是 今天带着我们家很爱的宠物啊 去就是去溜达的时候 早上的时间还好 可是如果你中午的时间呢 尽量不要超过15分钟 而且重点是 如果你是要带它走人行道 那个人行道真的是热得非常非常烫 如果连你赤脚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把在人行道上面烫个5秒钟 它们这样的小肉店一定都会被烫伤烫坏的 所以尽量中午的时候就不要溜达的太久 Habby你先带着我先帮你试一下 在阳光下可以生活多久 哦 不要的不行 要走在阴影处 Habby走阴影 在这边要告诉大家 中午6个的时候要先自己试一下 地板的温度 哦哦 才不会让手头上满 你一直在内都穿鞋子早上忘记 它们先不要下来 除此之外呢 就是还有就是 其实我们出去走的时候呢 蚊虫也真的是蛮多的 是 所以我通常会让汪汪点个那个 Flee的那个medicine 对 然后它这样子至少在夏天的时候 不会有太多的蚊虫啊 进来叮咬它 它也不会这么的不舒服 对 点在它后颈部这边 然后大概好像 一个月还是两个月点一次 就可以保证它夏天就不会有 Flee的烦恼 因为有了跳到真的是很麻烦 跳到它不光是在狗身上会有 它有可能跑到我们的头上来 很可怕 可是其实我觉得最不舒服应该就是狗狗吧 因为它也抓不到 然后就一直骚一直骚一直骚 然后有时候 它去年夏天的时候 它身上是一块一块红红的 它就是一直抓一直抓 抓到它皮肤都一直红红的 我觉得它也蛮可怜的 对 所以蚊虫叮咬啊 如果可以放一个Flee medication 是对它们来说是比较好的 尤其在夏天 也会预防一些就是 有的时候Flee它也会带有一些疾病啊 也会预防一些像那种比较严重的 拉肚子啊什么的那种疾病 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出去上班 可能一出去就是八小时 可能忘了给它水 Oh no 那样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每天上班之前 一定要double check 一下 它们有没有足够的水 对对 而且就是尽量不要把自己的一些食物啊 放在放在茶几上 或者餐桌上 放在它们可以够到的地方 就是毕竟有一些食物 小狗小猫是不可以吃的 比如说巧克力啊洋葱啊 对啊 花生米啊这些 花生米也不行 好像是耶 I'm not so sure 这个我们可能要请观众朋友 告诉我们一下 对对对 我对我不是很清楚花生米 它它到底能不能吃 不过我们是 你看它的舌头好可爱 不过我们是真的不给它吃任何human food 它就只是吃它的dog snack 然后水呢 这个小家伙呢是不太爱喝的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水里面 加一点点chicken broth 或是beef broth 让它想要喝水 因为夏天的时候它必须要记得喝水 好吗阿旺 其实猫它也是非常需要补充水分的 因为我听说猫的祖先 其实是在埃及嘛 然后它其实是在生活在沙漠里面 所以呢 就是它 它对喝水的这个欲望没有说特别的强烈 所以我们要时刻的去提 人为的提醒它 提醒它 你该喝水了 然后如果是像那种比较名贵的猫 那种饲养方式 是要需要喂生肉的 所以它在平时在吃吃饭的 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补充足够的水分了 但是如果是我们平时家养的猫 就不需要那么讲究 我们大家就可以说是每天给它一些猫罐头 它是有足够的水分 水分在里面 对猫来说是就可以 对 可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啊 其实给狗狗啊 最新鲜的水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的时候 继续来讨论一下 到底还有什么事情 是在夏日必须要好好 来照顾我们的宠物的嘞 所以夏天带狗狗出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温度喔 不要让狗狗在室外待太久 还有要给它干净的水 小熊跟小小熊 还有什么是要注意的吗 我们因为我们视宠物为小孩嘛 所以如果作为父母的话 一般都会非常非常care 就是任何有一些就是不寻常的征兆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时刻小心 比如说你像小狗的鼻子 平时摸都是冰冰湿湿的呀 所以我们时刻要 就是什么时候它不精神了 然后感觉有的时候 还有点拉肚子呀 然后像吃饭呀 喝水都好像不是特别主动 在像平时那个样子 我们就要保持警觉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像汪汪这样的狗 它是Pug嘛 所以它其实它很容易很容易有Heat Stroke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暑的状况 那其实在狗狗中暑的时候呢 它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发掘 因为它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它食欲不振 它会不想吃东西 然后呢就是它会有点小晕眩 不会像这样活泼乱掉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然后呢就是它会 中暑的时候呢 它除了会这样之外 你还会发现它走路的时候 其实是不稳的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中暑的症兆 那如果它中暑的话 你第一个就是要赶快带它去找兽医 或者是你可以先帮它用冷水 不是冰水喔 就是室温的水 Rude temperature的水 帮它把它的毛先给打湿 或者是让它站在冷水盆里面 让它可以适当的降温 这样至少它不会中暑的这么不舒服 对也是要慢慢的把体温降下来才好 对 尤其是比较大年龄的猫跟狗 我想应该也要多注意一些 大年龄 是因为它们的身体已经比较虚弱了 毕竟年纪已经大了 是因为散热能力不够好了 年纪也大了 所以咧 它们可能更要小心一点 对不对 像波斯猫它那种扁平的脸 像它这样扁平的脸 或是French Bulldog English Bulldog 这种扁平脸的就要更注意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Heat Stroke 因为那会影响到它之后的心脏 肾脏甚至是肝脏 因为你都看不出来 它其实已经有Heat Stroke了 可是 扁平的脸是不容易发现有Heat Stroke 就是你 它更容易会有Heat Stroke 所以更要小心一点 是不是因为扁平的脸 它因为脸比较扁平 它的舌头散热的比较 就比较困难 对 它呼吸就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你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Vet 很不赞成 就是一直去Bree这样的狗 因为它觉得 就是很不人道的事情 它一生出来 就是有呼吸到的问题 所以其实有很多Vet 会觉得 你们干嘛一直去Bree这样的狗 这样是很不人道的 可是Look at his face 好可怕 好可怕 是不是玩玩 对 Sophie还有呢 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夏天的时候要预防小狗小猫中暑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把它们留在车上 对 有的人会以为 反正我只是去买个饮料而已 就把狗狗或猫咪放在车上 反正五分钟十分钟的事情 对 像这些人我觉得我建议你们 就是自己把自己锁在车里面 然后关掉引擎 关掉空调 什么都别开 你试试你能待多久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三十秒都待不下 对 好热 因为它车里面是一个非常密闭的空间 好热 好热 更何况 它穿着貂皮大衣好吗 对 它这样一件毛发的衣服 这样戴在身上 你说它怎么有可能呢 对 而且狗它是没有办法通过皮肤啊 这种出汗来散热的 它唯一散热的方式就是它的舌头 这么一点小的散热的点 你让它怎么在车里这样 对 我觉得这真的太不人道了 对 而且我跟你讲啊 如果你们是有一辆自己非常珍惜的爱车的话 就更不能把宠物留在车上了 怎么说 好像前段时间我听加州有一个法律就是 如果路人看到车里面有宠物 他们有生命危险的话 他是有权利拿一些什么 对打破玻璃 打破玻璃 而且不用负任何责任 除此之外啊 如果你真的看到狗狗是被关在车里面的话 如果你看到小朋友是被关在车里面的话 打911 这个呢是最正确的方法 然后告诉警察就是你的车牌号码 是什么在什么location 有一个小孩在车上 那如果你今天看到是宠物被关在车上的话 有两个电话你可以打 第一个电话你可以打animal control 你google一下 查一下animal control的电话 说今天你觉得有狗 或是被关在车上的 需要救援 他们都会送人来 第二个呢 就是你可以打电话给fire department 不管你在哪一个city 打电话给fire department 他们都会来解救狗狗 可是只要你发现狗狗真的有点不对劲 真的等不及的时候 你可以用 刚才Sophie讲的 用一个什么力气啊 或是石头啊 把这个车窗给打破 尽量先救小生命 再来谈其他的事情 对 还是要听舍令的 不要听我的 先要打电话 实在不行了 你在敲玻璃 我觉得还是先打个电话 因为这都是一个record 你已经you're trying your best 去save这个life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save这个life的时候呢 再去想其他的方法来救援他们 是 你们家 你们家 你们家已经快死了 你们家小熊是怎么啦 他每天在家都这样吗 Sophie 对就很赖啊 他就稍微 稍微 我觉得他可能是老狗了 他虽然才四岁 但是他可能有老狗的基因 你又醒了 你又醒了 他怎么可以这么乖 你看他就是一直几乎就是趴在你的身上 我觉得每个狗真的都很不一样 对啊 他就是挂在你身上的那一型 这个你看他就是 他就是一直呆呆地看着你们家小熊 我觉得他的面目表情非常的不羁 他就这样 你在干嘛 他就是他就是只想要看着你们家小熊 看你们家小熊在干嘛 然后想着有什么什么事情可以开始玩的 对 希望可以两个好好玩一玩 对 什么时候录完了 我可以吃我的东西 还有其他的事情呢 其实下午 夏日宠物的保健呢 是我们大家需要好好注意的喔 先让他们两个玩一下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还有什么事情 事实上下午 下午 夏日宠物好保健 欢迎回来这一节的健康好Easy 刚才呢我们其实提到了 有许许多的在夏日保健 宠物保健的这些良方蜜药 现在呢我们还要再继续再讲一下 其实有真的事情 很多事情呢大家有时候常常都会忽略掉 就像是大家都会觉得 哎呀夏天到了我就把它剃光光就好啦 它这样就可以好好散热了 对不对 其实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我以前也是会想要给它把毛剃光啊 然后觉得就像我们人一样 把衣服脱掉就就就两块了嘛 但是好像狗狗跟猫都不是的 对对它的毛好像毛之间还有有缝隙啊 然后它可以保持空气的流通 是可以维持它的现在的一个体温 是可以保持凉爽的一个方式 所以小狗的毛尽量还是不要剃光 对对尤其是像这种短毛狗 像汪汪还有你们家小熊都是属于短毛狗的 像这样的短毛狗啊尽量就都不要剃毛 因为其实它的毛发是给它一个保护作用的 它的皮肤是没有办法散热 它不像人一样是有毛孔 可以经由皮肤来散热 它的毛发其实只是给它保护作用而已 可是如果真的是那种长毛狗 像什么牧羊犬啊或那种很长毛的狗 你可以把它修短一点 可是尽量不要剃到光啦 对我是觉得在洛杉矶这边养那种长毛狗 你简直就是虐待 我知道我有一样的想法 对它们真的很辛苦 而且它们真的是要天天吹冷气 可是说实话你天天吹冷气 它其实也不是很舒服啊 我们家王王终于开心了 没有 想说可以让它坐下来 终于让它冷静下来一下 可以坐下来一下了 我还有听说过就是像那种二哈 哈士奇 它们的毛是绝对不可以剃的 因为它们好像是有两层毛吧 对好像是如果你一旦把它的毛剃掉了 它好像就再也长不回来了 还是怎样我不太清楚 那所以跟我们的睫毛一样吗 我听人家说就是我们小时候如果 小时候剪睫毛是为了让它长长一点 可是如果你剪太里面的时候 睫毛就长不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道听途说 有可能 没可能我们可以再好好来查一下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之前是听到了一个 一个可能是笑话还是怎么的 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就是有一个人 他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名贵的猫 就是它的周围全身都是那种奶白色 但是鼻子头是那种黑色的 你知道那种猫吗 你见过吗 你肯定见过 就是那种扁脸的那种吗 也不是 是短毛猫 我知道你说那个就是有点尖尖的 连Disney的Cartoon里面都会有的那种 那种猫好像是它的那只猫是非常纯种的 然后也很名贵 然后呢它就是好像有一次是猫受伤了还是怎样的 然后医生给它做手术啊干嘛的 然后剃了一小块 然后长出来的毛就变黑了 然后就很奇怪 就除了黑脸之外 身上还有这么一小块是黑的 然后那个人就说好奇怪啊 那不然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毛只是剃的一块没有长好 不然就给它全身都剃了以后 就长成一只黑猫了 真的白毛变黑猫 Oh my god 然后本来是很纯种的毛 然后变成一只黑猫 然后那个人就 这蛮像三条线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其实狗狗还有另外的散热方式 就是你要记得你要常常帮它梳理它的毛发 就算是像这样的短毛狗啊 其实它有卖手的那种套子的梳子 或者是比较就是可以刷毛的那种brush 不要用brush来帮它刷毛 因为其实它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毛发是 是会一直shed的 你帮它shed掉多一点毛发之后 它也会觉得清凉一些 不会觉得身体上这么热 是 而且选梳子的时候也要 也要选择好就是 它的梳子的那个头不要太尖 对 免得它也会有点不舒服 伤害到我们脆弱的小鼻子 好 王王现在就是要抢镜头的意思是吗 好 完全抢镜头 王王那顺便请问你一下 你觉得我在街头的时候啊 带你出去逛街的时候啊 需要做什么防护措施吗 帮你撑个阳伞需要吗 戴个墨镜 戴个帽子 被粉丝认出来 对 没有 其实我觉得还是 重点还是 他们在走路的时候 脚上的肉垫 真的还是要 像我们第一节讲到的 还是要好好的保护一下 那怎么保护 你觉得穿鞋子有用吗 我觉得穿鞋子可能更 更让它不能散热欸 我会就是 让它尽量走在草地上 不要让它走在石柏油路 那叫什么 对 不要让它走在石柏油路上面 让它尽量可以在草地上面走 而且走的时间非常短 就是走一走 我会把它抱起来 然后走一走再把它抱起来 对 不知道它想干嘛 I have no idea 还有呢 带他们出去 出去遛搭的时候 应该还有一件事情 是大家都很担心的 对 我觉得 刚才说 让小狗在草地上多走嘛 但是在草地上走 就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 有的人家里可能会 会在草地上喷一些药 或者是化肥 这些你都不太清楚 所以它在草地上走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乱吃东西 而且我觉得我们家狗 我们家这只老狗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一个习惯 不知道其他的狗有没有 就是只要是我带它出去 在草地上走的时候 你只要看它倒地 开始打滚了 然后开始在草地上蹭来蹭去 要么就是有大便 要么就是有什么一些动物的尸体 就是有臭臭的味道 然后它就很喜欢 它特别喜欢 对 就有一句俗话说 狗敢不要吃水 其实我觉得宠物就是这样子 它们就是会被很多西情古怪的东西被吸引住 所以就算带它出去走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微妙 多看着它一点 不是我们带它走的时候还在滑手机 然后都不看到它在干嘛 这样子 对 在家里的时候也要注意 马路上车来车往 你还是不要滑手机 对而且重点是 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提过 你的离子呢 一定不能超过6 feet好吗 现在那样extendable 那种来来去去的离子啊 来来去去可以extend到12 feet的啊 那个是不合法的 因为我的亲身经验呢 就是被警察拦下来 跟我说 小姐 你那个离子 你那个狗绳子是不合法的 它必须要6 feet 而且就是狗狗就要在你的身边 那个警察 probably 就觉得你就不要 嗯 比较美 想跟你搭上而已 我也希望 其实她觉得旺旺真的很帅 她想跟旺旺搭个闪 也有可能是粉丝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Sophie 非常谢谢小熊 也非常谢谢我们家的旺旺 来到我们的健康好easy 跟我们讨论到了 到底夏天呢 宠物保健 有什么要件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如果你家里也有小宠物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 哎呦我们家小宠物啊 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 我们大家必须要好好了解的话 都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健康好easy 健康有理 easy直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